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枫 万万没想到华为还有底牌可打 还有好几张 华为或将于10月至11月 发布一款终端5G手机 新一代Nova 预计将掀起新一波高潮 不出意外的话 新一代Nova就是Nova 12 目前在售的华为Nova 11 搭载的是高通骁龙4G芯片 778G定位终端系列 有数码博主爆料称 华为Nova 12系列搭载的 麒麟830处理器 估计会砍掉一些核心 工艺几乎和9000S相当 定价也和Nova 11比较接近 麒麟830与天机8200相当 天机8200的安兔兔跑分 最高可以标到98万 麒麟830即使跑不到这个分数 实际使用应该没有差距 值得一提的是 华为会下放一些旗舰机 特有功能给Nova 12系列 预计是卫星电话功能 还有一些影像功能 当然这可能只是 华为Nova 12 Pro才有的待遇 此外还有消息称 华为Nova 12 Pro 有5000万像素 实档可调光圈 超光变影像加持 并配备5000万长焦镜头 100倍变焦 和1200万广角 微距二合一镜头 内置4900毫安时电池 支持100瓦超级快充 50瓦反向充电 另外 该机将支持双向北斗卫星消息 华为Nova 12系列的价格也被爆了出来 12GB加256GB版售2799元 Nova 12 Pro系列 12GB加256GB售3799元 16加512GB版本的价格为4599元 Nova 12系列的配置很强 尤其是Nova 12 Pro 即便卖到4599元也不算贵 关键是能不能抢到 此外 华为终端官方微博正式官宣 将于9月25日举行全场景发布会 众多新品即将登场 这新品指的当然就是 已经开卖的华为Made60三兄弟 以及传说中的超超超大杯 此外 外界流传已久的麒麟9000S平板电脑 也可能在发布会上亮相 本次发布会的一大看点 那肯定就是这个超超超大杯 目前华为对Made60RS保时捷设计的 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 没有一点配置消息透露 有博主称 这款手机才是真正的王炸 甚至传出它搭载的是麒麟9100S处理器 性能将达到当前的旗舰水准 而在外观设计上 据流传的渲染图显示 其采用的是黑红拼接设计 镜头为经典的八边形设计 镜头有四颗 中间为黑色保时捷logo 下方为白色华为logo 有着浓浓的高端商务气息 从目前的爆料来看 这台手机很可能不会带有保时捷标识 而是采用全新命名 Mate60 Ultimate Design 外观方面 该机很可能将延续Mate 40RS和Mate 50RS的镜头模组设计 以及双色陶瓷工艺后盖 配置方面 Mate60 Ultimate Design基本与Mate60 Pro家保持一致 卫星电话 北斗消息这些功能肯定是配齐了 镜头规格或许会有小升级 全新的华为FreeBuds Pro 3无线耳机 在设计上和上代区别不大 只是新增了一个绿色配色 主要改变在内核 其搭载的是麒麟AR SOC芯片 可使连接速度从此前的8秒提升至4秒 同时疑似搭载新闪技术 使目前WiFi和蓝牙协议的结合体 连接距离更宽 速度也更快 据数码闲聊站透露 这款耳机还支持无损音质输出 功能上有静谧通话2.0 高清空间音频2.0 以及智慧动态降噪3.0 同时具备IP54防尘防水能力 目前华为海外官方账号宣布 将于9月14日在巴塞罗那举行发布会 推出全新的华为Watch GT4 据悉 该系列将提供41mm和46mm 两个尺寸版本 圆形表盘 表盘右上角则安置实体表观 下方则为ECG键 两个版本主要是表带上的区别 其中46mm版本可能会有不锈钢 商务和橡胶运动两种材质表带 41mm版本则提供不锈钢 编织以及真皮等材质的表带 倾向于女性用户设计 整体相比46mm版本要来得更加精致小巧一些 全系提供白银黑绿棕等配色 硬件配置上 华为Watch GT4系列搭载ARM Cortex-M主控 续航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 同时还将内置麒麟A2穿戴智能芯片 并且它还是业界首款支持高血糖 风险评估研究的智能手表 会带来更多健身追踪功能 以及提高电池寿命的技术 价格或将在249欧元至399欧元之间 约合人民币1960元至3140元 此外 华为还将推出一款Watch Ultimate非凡大师版本 其采用黑色香精非金告表壳加金色钛金属表态 定位更加高端 支持百米深浅水 双向北心通信 新闪功能 有铜色黑色两个配色 据悉 新款华为MatePad平板电脑已经在筹备中了 或许会在9月25日与其他智能产品一起发布 该款产品尺寸为12.9英寸 拥有和华为Mate60 Pro同款的款3D的人脸解锁 后置三摄 支持无线充电 最关键的是其搭载的是麒麟9000S 同时平板和手写笔都支持新闪 手写笔达到1万多级压杆 因为定位的是高端产品 所以定价可能会比普通的旗舰平板更高 再次发布Mate60 Pro Pro家 尽管这三款新机已经开卖 但发布会上肯定还是少不了他们仨 不过 侧重点很可能会从手机本身转向此前更显神秘的方面 比如麒麟9000S这枚处理器 它到底是啥样的 采用了什么工艺 发布会开完 它会不会解锁频率 极限性能直逼骁龙8GN2 以及Mate60Mate X5系列突破千兆的下行网速 到底是不是5G啊 还是说直接升级到5.5G 还有像是NearLink新闪无线连接技术 这些细节功能 都需要余承东在发布会上 详细演示下使用场景 并且发布会的日期也很难不让人有所联想 9月25日正是去年孟晚舟回国的时间 从麒麟9000S诞生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将来有越来越多的华为产品 会用上了麒麟芯片 有博主猜测 预计2024年开始 华为将全面采用麒麟芯片 不再从高通那里购买骁龙芯片 这对于华为买至整个国产芯片市场来说 都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国内市场重回华为主导市占率的时代 苹果 小米 Vivo Oppo 都将失去部分市场 近期 美国两大芯片巨头英特尔高通等宣布 将与华为鸿猛系统建立伙伴关系 引发了市场的高度关注 如今他们转变了立场 准备再次和华为进行合作 华为的鸿猛系统 在物联网方面极具竞争优势 华为从个人设备 包括手机 穿戴 到车的智能平台 包括家庭 企业 环境 把所有数字智能系统连接起来 全世界没有其他企业可模拟 与苹果不同 华为是在建构整个社会 未来出口也是整个生态系出口 所以它会没有对手 比方说中国的电动车卖到欧洲 那欧洲人也开始用鸿猛了 就会逐渐发现 我的手机也可以跟车子来连 所以未来搞不好买华为手机 是因为跟车子可以连 而现在华为的鸿猛系统 已经更新到了4.0 并且连接了华为云 Wii联合开发的盘古系统 将会在华为的Mate60手机上运行 当华为的鸿猛系统 开始进入大语言模式时 它的生态系统将会发生新的改变 高通也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说想跟第三个系统合作 美国的封锁和不思进取 最终带来了一系列 对自身反噬的恶果效应 一 锁死了高通的芯片出口 降低了自己的芯片市占率 二 压制了苹果的创新 苹果很快失去中国市场 三 打残了台积电的代工 台积电代工量将急剧下降 四 封杀了韩国的零部件 韩国对华出口芯片 降到历史最低 部分甚至为零 五 英伟达的GPU芯片 也将被国产逐步替代 六 手机和芯片市场 美国未来丢失大部分中国市场份额 七 未来5-7年 全世界都将迎来中国半导体生态 美国的半导体生态 将迎来大滑坡的时代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